新年龄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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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收看三月二十二号 星期三港股年线 今早港股低开256点 可能跟你做得比较差 因为欧美和亚州股份 都下跌 继续看今天走向 manipulate 今天有些比较重要的一些业绩会公布 包括腾讯和评报 我想问究竟后市会否走好还是走差 我们现在和亚洲创富政券行政总裁潘泉山Patrick 聊一会 Patrick 早安 早安 想问你对于大市的看法 大市都是受外围的影响 短线来说都是上落市 下面支持位在24000点上线来说暂时是25000 外围来说正常因为美股升了不少 现在有关注办人还没捡到税 其实美国在未来来说进一步加息的难度是很大的 所以估计在这样的情况下 美股仍然是一个拉脚的局面 亦经济有些回乱有帮助 港股方面是内地影响多一些 内地数据也会回乱一些 对港股来说有个支持 暂时都是炒股不炒市 这位置都是在整股 说到炒股不炒市 也看看有些什么股在炒 其实腾讯在业绩前其实是迂迫新高 其实这个瑞银也预料腾讯 受到手机游戏和线上广告的带动 与其第四季收入是升42% 去到433亿人仔 比买入评级 对了 这个腾讯他就比买入评级 目标价265 好像斗大似的 但其实Patrick你看一下腾讯 现在那个价位会不会已经是 overshoot了 腾讯本身是一个高增值股 大家都无可置疑 现时的水平来说 其实都提到一些 较为合理的价值 所以说进一步再攀升 暂时未见到 我估计未来短时间仍然可以整股 好 另外一只业绩股 即将公布业绩都是平保 平保曾经是破位的 但今天就有点点滑下来 那平保你的看法又是否这么淡呢 平保也不是那么差的 主要来说都是看回未来来说 估计在股股市场会升之后 对投资收益会有机会 继续进一步会上升 所以现时水平来说 相信再进一步 市低位的机会继续 估计未来仍然会平稳向好 Petcher 想问今天你有没有个人的推介给我们 今天我看来说都是灵类股 例如巨星医疗2393 它本身过往来说是向罗氏医疗器械下线的那些销售平台公司 是做出收购的 去年收购了三间的 这些平台公司来说 也都担保了未来产年的盈利 分别是上升到5-35%的 那个收购价也非常吸引 对未来股价有进一步的推升作用 在现水平有机会继续似回历史较高的水平 未来来说应该有机会从现价的股值有两成一征服 去到4.8元左右 好 Petcher 刚才说的几个股份有没有持有的呢 相关效果持有的 好 多谢Petcher 详细分析 今天跟大家讲一讲 由于我们节目有一个优化的阶段 可能今集《港股连线》 会是短期内这个系列的最后一集 我们期待在未来其他节目再和大家见面 最后呼吁大家 如果大家对于我们节目有兴趣的话 可以继续subscribe我们这个 YouTube上的Sky Finance Channel 以及在Facebook 里点赞我们其他节目 希望大家继续支持其他节目 多谢收看 下次再有机会再和大家见面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